据俄新社报道,俄罗斯紧急情况部新闻中心负责人沃罗诺夫7日向媒体透露,救援队当天在伊尔库茨克州北部地区的米巴直升机坠毁地发现了两名遇难者。 一架载有9人的米巴直升机6日到伊尔库茨克州北部地区考察当地春训受灾情况,并运送冰堆爆破用炸药。 莫斯科时间12时54分,飞机与地面失去联系。 后来,俄紧急情况部救援人员在通古斯卡河下游的冰面上发现了飞机残骸。 因飞机失事地点处于难以到达的原始森林区,救援队7日下午才抵达失事地点。 报道称,目前人员伤亡情况不详,但他们生还的希望很渺茫。 由于失事直升机上再有1.9吨用于河滨爆破的炸药,有当地媒体报道说,飞机失事可能因炸药连环爆炸引起。 但迄今为止,官方尚未公布飞机失事原因,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